今年8月11号我发生后 不少人问我 为什么11年后这个家伙还能被刑事拘留 现在我就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以及我父母对我的非人折磨 尤其是我母亲对我的二次伤害 他们的这种卖女的行为 对于不了解我遭遇的网友们 我先简单诉说一下我的遭遇 2010年我的非血缘舅舅谢舍春 在广州重化 强奸才16岁的我 且威胁我不准说出 随后我把事情告诉父母 我想向父母求助 可是当晚我父母就把我送到谢舍春的家里 他们觉得反正我已经是一个破鞋了 就让我做个小的 我意识到我自己被父母卖了 然后我就逃跑 后来就遭到我母亲的荡妇羞辱 她说 别的女儿做这种事情 都可以拿个二三十万回来 你这个赔钱货 我爸叮嘱我把事情烂到肚子里 带到坟墓去 后面我被扫地出门 之后我变得中度抑郁 多年来 我保识我被谢舍春强天后的精神屠杀 但是我活了下来 终于在2021年1月31号 我报警了 谢舍春被刑事拘留 谢舍春现在住在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 他的藏佑名叫谢春 他是我俄伯父老婆的亲生弟弟 东莞是冠义堂和穆家具有限公司 他是法人 公司地址在广东 东莞后街明都广场三楼西区 他黑白两道都有人 现在 现在他却成了党员 五支部书记 湖南省司法庭调解员 我需要更多人知道谢舍春刑警犯 他不可以被放过 谢舍春家暴出轨前妻和小段 惨下私生女的同时 又勾搭上未成年的小四赵萍 而且生了个儿子 被谢舍春伤害过的 基本都是未成年少女 他还把女孩们带回家 给他老婆赵萍知道 让他们争夺自己 谢舍春把自己当皇帝 谁赢了就是皇后 赵萍赶走了前妻 挤下了小三 从未成年就和谢舍春睡 熬了十几年 从小四尚未辅证 近二十年来 赵萍不断地放任和支持老公 谢舍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犯罪 狩猎奸淫多名未成年少女 他们还以此为荣 谢舍春在被刑拘后的 取保候选期间 借党民意大半宴席 庆祝自己的私生女考上大学 靠党敛财 被刑拘后一人大肆的花田酒地歌舞声平 撞枪做事公然叫嚣 我强见别人女儿 我还不是照样吃香喝辣 饮酒做了 你们谁都不能拿我怎样 请大家帮我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烂流谢舍春 我们不能放过他 谢舍春这只披着党员披着下三烂 他会害更多的女孩子 他会害更多的未成年少女 所以我会持续发声 我要让伤害我的人知道 我不再是好惹的了 伤害我的人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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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